好 继续来看到离婚的官司谭布隆 没想到竟会演变成当街掳人的案件 24号一早8点多左右 一名灵性女子骑乘机车 在行经美轮山米老鼠前的时候 突然遭到三名的壮汉强压上车殴打 而这一幕正好被一名休假的远警撞见 赶紧通报围捕 眼前警方到场躲在角落的女子 是立刻冲上前 女子哭着向警方求救 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说现场有夫妻发生争执 立即赶往处理 吵架 你就看到夫妻在吵架 对对 就本来要上车了嘛 已经两个已经上车了 然后她老婆突然就冲出来 看我们在这边她就冲进来 原来夫妻两个正在打离婚官司 老婆申请保护令 躲到了花莲 没想到老公竟然涉嫌 教唆三名当地友人 就在24号早上 埋伏在花莲美轮山公园 米老鼠附近 趁着女子骑车经过时 把她拉下机车 强行拉上车之后 殴打 再再往老公住处 正当他们准备交人时 女子连忙找机会 落跑 躲到工地求救 财产分配的关系 女女不易接受调解 所以犯贤 政贤 教唆相关的皇姓 留姓 及相姓犯贤 前往将女女强制 带往处所谈判 幸好鲁人过程 全被民修甲远警 当场募集 报警支援 顺利将女子给救出 而三名涉嫌 鲁人的犯贤 也主动投案 讯后依妨害自由等罪嫌 一送法办 记者众号报道